各位网友大家,欢迎收看许大了,我是老徐来,咱们说说浦东机场 上海呢有两个机场,大家知道一个红桥,一个浦东 红桥呢应该说是我最爱的一个机场 最主要呢就因为红桥里面的消费啊 它跟你在上海城市市区里面的消费几乎是一样的 市区里面你吃碗面25块,红桥呢消费可能也就30块钱啊 但它也有相对高端的,但基本上它有这个各种档次啊,评价的 而且里面的设施很多很,格局很舒服啊,很新 浦东呢最主要是飞的是国际航班啊 那个楼的话其实建起来比较老了,20多年了啊 它那个再过几年那个浦东有一个新的航站楼会开出来啊 等开出来以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应该说又会上一个新的档次了啊 目前的话呢浦东的这个楼给我感觉 就是它那个航站楼啊,就给我感觉印象比较好的就是它那个免税店啊 它那免税店的话呢基本上算是全中国里面免税店算是价格比较便宜的啊 比较便宜的 这个扯远了咱们说回来,今天跟大家说的呢不是整个的机场里面的这个七七八八的一些八卦 而是要跟大家聊的呢 是昨天啊有一个这个奇特的现象 就是在普通普通机场的这个直击柜台前啊排满了去美国读书的留学生 大家知道整个中国这个每一代领导人有自己理论吗对吧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 胡锦涛科学发展官,到了我们习近平主席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啊 其中有一个就是四个自信 这个大家平时一直说的嘛对吧 这个自信那个自信啊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那么有人说你中国这么多的自信 怎么到了你留学生在用脚投票的时候 怎么一个个的都要出去呢 而且此时此刻不比平时啊 大家知道此时此刻你要去的是美国啊 地球上抗议做的最好的国家对吧 人家都排第一名了 你要去那个国家呢 无形中增加了增加了这种风险 不去说 经济上还要承受这个巨大的代价 平时大家都知道我们正常的这个机票一张 单程的七八千 对吧 了不起一万 但现在啊 不对啊 两三万 经济仓我看最便宜的都是两三万的 公务仓有些商务仓 十万块啊 九万九万九千八百多 十万块啊 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大的代价还要冒着这个生命的这个危险去美国呢 那有人就说了你中国政府你你老是嘴巴里面叫一套对吧 老百姓你看自己用脚投票了 那到底是不是呢 咱们来聊聊啊 首先呢 我觉得就每一个就是包括我自己啊 从这个留学这条路走过来的人到国外生活那么多年以后 其实你再回首对吧 再回首看看以前的这个路啊 你其实心里面很清楚留学就是一条啊开工没有回头见的路 开工你要再说回头的话啊这个说句实话 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做挺那个挺打击你自己自信心的啊 但是如果这条路你自己走过来了 其实你回头看看也没啥有啥呢 对吧 那么多人不也不也都过来了 有啥呢 但在这个过程中啊 确实说是比较的辛苦啊 这个代价会很大 有一句这个名人名言嘛 叫这个一人留学全家遭殃嘛 对吧 那开玩笑啊 他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经济上承受巨大代价不去说啊 很可能你将来海龟回来变海带朗 而且你看整个中国目前竞争的这个白热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上海目前啊 你不要说是海龟啊 海龟你都要是哪里的海 你如果是那种普通的像什么南非回来的那个海龟啊 那现在整个就是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出来啊 可能你的竞争力还不如一个应届的一个毕业生命 二本甚至他比二本在下面的这个学校 他毕业出来的应届毕业生说不定比你一个海龟都好 不跟大家这个开玩笑我自己我自己以前在中国做这个主管的时候啊 我面试这个来应聘的人就有一个英国的海龟 就有一个英国的海龟到我们公司来应聘前台你信吗 而且还是个男的 但是最后我没要他了 我们当时开的工资是多少钱三千块啊 人民币啊 一个英国的海龟到我这里来应聘一个三千块人民币的工作啊 他心态到摆得很好他说他愿意从基层做起你愿意基层做起我不愿意啊 因为我总是觉得你这个会闹着玩的 你说一个英国的海龟他可能缺个三千块钱的工资吗 你反而让我感觉有点怕怕的 你到底到我公司来干什么 但是最后最后最后就是没要他还是找了一个应接的毕业生 任何的这个东西啊都有他的价格 你英国的海龟回来你不应该是这样 当然他那学校 挺一般的啊 就不说了 只是告诉大家目前整个国内的竞争啊非常的激烈 那造成一个什么现象的就是很多的应届毕业生 包括我看有一些人 像去年已经拿到这个美国的流 留学的那个学校offer 但是种种原因没去啊 可能就自己找了工作了 但找完以后的话呢 也不如意 坐着坐着觉得这个不甘心啊 重新申请再来一遍 这个流程再来一遍 钱再花一遍 又下来以后的话呢 又伸伸长脖子等着了 我相信每一个只要踏上 准备留学 出国的这条路的人呢 他其实对国外还是有着很大的一番憧憬 尽管说目前我们一再的说啊 哎呀国外下坡路啊 中国其实经济上升啊 但这跟你想出去看一看的一颗这个跳动的心 并不矛盾 出去看一看我觉得没什么不可疑 进退两难的人 我觉得不用考虑 直接大胆往前走就好了 不用去考虑 这是第1个 第2个呢 其实你说啊 整个的其实它也是一个三流合一 而且是一个多地合一 什么意思呢 去年 想去没去的 今年签证刚拿下来的 对吧 包括说这个 已经在美国读书 中间回来 避难的 那现在现在又要回去了吗 就是三股 人流合一 而且整个直击的这个 时间也比平时要长 大家知道这个普通机场其实他做事情是 比较这个负责任的 一般如果像国际航班的话 提前三个小时是 一般是比较常见 对吧 人比较多的提前四个四个半五个的 也有 已经算做得不错了 这次的话就是为了知道有这个特殊情况 提前了七个小时 要将近 但是我看排的最长的地方有将近千米 又让我想起世博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的现在checking的话 他要填的东西很多 中英文材料的这个 第3D 对吧 你在哪里第3D精转包括说你整个的这个核酸报告啊 一个人要花六七分钟时间是起码的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时间很长 很长的话呢你就知道很多人就要提早去啊 比如说你像我的话 我要碰到这样的情况我肯定很早啊 七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都有可能我就冲过去了 但他飞机航班的可能说间隔只有两个小时所以变成说呢 可能他这个队伍里面了变成有有两到三个飞机的人都在等 都有可能啊 对吧 所以人就多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 当然咱们不用回避啊 因为我看这个有些人好像 对于中国的问题都不敢提 这个我觉得反而啊 你会会给人烙一画饼 中国有问题吗当然有啊 你14亿国家的14亿人的一个国家怎么没问题呢 你像最近放的那个扫黑风暴 好看吗好看啊 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北京电视台每天晚上放一集啊 什么意思呢 北京电视台放一集所有的频道就得放一集啊你不能抹来两集啊因为东方卫视原来是两集啊 突然之间看到北京放一集那这个所有的频道都得一集一集放啊你不能够你先把这个后面的都放了不行啊 这个片子 这个片子大家知道中国电视连续剧啊 他有一个特殊功能他除了说这个 文化的这个艺术价值以外啊他还有一个宣传的一个 价值啊 宣传给老百姓的一个价值 说难听点的话呢就是洗一洗 这个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地方啊因为他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素吧 他总是紧扣这个上层的这个想法 最敏感 最敏捷 表达的最彻底 当然有些东西比较夸张跟脸谱化刻板的也很多 他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作用啊 你看那个脱贫的时候就是 放的很多是脱贫的句共产党历史回顾就是很多共产党历史回顾的句 那现在就是扫黑 除恶吗 扫黑除恶什么意思啊 就打贪官对吧对 但是打了九年了 而且大家知道 整个共产党现在为了打击贪官成立了很多的 部门各种各样的工作组 纪委监委监察委 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组很多都是新成立的 这帮人手里权利又那么大 既然成立了这个班子那他肯定就要 做出一些结果吗 所以变成就像每个月都要有一个 结果一样啊 倒不是说要怎么去批评国家啊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一句话 当整个社会啊 生意最好的是这个部门的时候啊 纪委监委监察委 反腐扫黑 整个社会是这个部门是生意最好啊 那绝对不是好事 你像以前江湖时代 共产党口碑是不好 但是整个社会的经济 但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确实很活 他客观上来说也拉动了一些就业啊 也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好的地方啊 当然这个黑恶势力抬头的话 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 但是没有一个东西是绝对的 只是说要把握好那个度 你说美国经济没有腐败吗 当然有啊 加拿大经济没有腐败吗 怎么可能没有 但是你什么东西你都要水至清则无余啊 那整个的咱们说难道 你要回到计划经济吗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说 我对经济的一个非常粗浅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再往后啊 大量的这个外企啊 在中国的竞争力啊 甚至不如有些国企 国企慢慢的整个的这个 气候又又慢慢的再起来了 你像那个国企最差的什么时候 就是 就是朱镕基这个 经济改革的时候吗 很多的这个国企里面的这个腐败的现象太多了 所以解散了很多的大的国企 然后从那个以后的话的国企其实基本上啊 这个都 不太好 大部分的这个国企可以看得出来不但是这个 收入不是很高吧 你像习主席上来以后的话 连 有些这个平时 就在咱们上海话说叫 修罗 有些可以活乐活乐的东西都没有了 现在不但这个这个活乐的东西都没有了 现在反而要更加要做出一种这个 就是 非常这个 清清廉的一个状态啊 但就算是这样的话 咱们说句不好听的 没有几个人以前的 就是没有什么历史 你看你现在整个的这个 那么多人为什么在这个这个时候想要出去啊 不用回避不用回避 咱们就实话实说啊 因为咱们这个频道没有必要回避 那不就是说句难听的 你不知道自己哪天出事 那至少说至少把一个二代先 子女先送出去吧 你的钱也能出去一部分吧 对不对 就是就是嘛 有有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我觉得这个 你故意回避这种话题啊 反而是你不自信的表现啊 包括说其实老百姓大家自己眼睛都会看 为什么要出去啊 首先第一个美国目前整个的他以stem为核心的这个几个专业的这个大学 stem是什么呀 就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和mathematics 对吧 就是以这四个为主打的一系列的院校 包括他的藤校 你要说你跟我说你要拿到这个哥伦比亚 你要拿到你要拿到这个普林斯顿你要拿到这个 这个哈伯 你会不去吗 怎么可能呢 你要不去你真是有病了你 肯定要去啊 你看整个国内基本上你不管是民间企业里面 或者说你说这个高层的官员 只要是真正被得以重用的能够将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 哪一个没有海外经历呢 包括说娱乐圈都是这样 对吧 归国四子陆寒 张一新 包括现在被关进去的那个吴谦 都是 还有一个是谁黄子涛吗 我对娱乐圈不太熟啊 包括说你看那个欧阳娜娜 对吧 一大批的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就不用说了 但不要以为这个出去以后就不爱国 这是这个是两个问题 你要以为你要说出去以后就不爱国的话 哎呀你就太愚昧了 你不知道咱们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就是一个海归吗 第一代领导人的这个二把手也是一个海归你不知道吗 但是但是说到这儿啊我必须要说啊 正是因为你中国现在要有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对吧制度自信 才更要让他们出去不要怕为什么第一个 首先你比如说你就说我们这代人 出来这么多年 也是从这个苦熬苦夜过来的 但说句实在的你看看整个中国现在经济起来啊尤其是 你不要说别的你每年回自国你看你家乡成整个城市面貌的变化 对吧 你像我每次回回这个上海 那别的不说就就就上海的这个 公交车我就能看到我就能 很入迷 哎呀我的天哪这个公交车越换越新 越换越漂亮像是上海现在很多公交车全是新能源车了 电动的 当然我知道中国很多地方都是 反过来你再看看看看加拿大的这个 哎呀 真是 什么东西啊对吧就真真是不能比啊那地铁就更不用说了 地铁就更不用上海的地铁大家知道吗不用说了 一共460个站 纽约呢472个站 但是问题是上海还有很多新的线路还没开通啊那开通以后的话呢 马上你就知道了对吧 就中国整个城市的这个变化发展的这个 大家是敢能感受得到的 长远来看这个大家都明白不用我说 经济的整个将来的趋势中国一定会起来 你像国外的话他一定会下去 而且说句不好听了 美国要真的下去了 你包括加拿大包括澳大利亚 新西兰 我跟你说这个日子都会不太好过 但是我是愿意看到这一天的 我当然愿意看到中国起来的哪怕你就真是不行的话 那不行就不行 不行的话我 大不了就就就 回去呗 那怎么的 难道我我就为了自己自己日子好 我也去踢个光头我也去干导游吗 不是每个人都想变成带路党的 当然有些人要变成带路党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没有退路 他回不去啊 对吧 你像有些人 扫黑风暴为什么 老百姓都爱看他不爱看呢 他觉得那个片子就是在影射他们 但是我 我要说啊 就是说这个不用太担心 不用太担心 首先你出国以后的话 你肯定是 除了说你的语言 你的这个知识 能学到一些这个在国内学不到的以外 大量的其实说你整个的这个视野会不一样 包括说你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媒体 对吧 你看到了整个的这个 老外有些 这个傻了吧 像井底之蛙一样的这种言论 什么叫做自信你听了他们那种话你的自信就来了 真的很多加拿大很多这种就说不好听的这个 井底之蛙一样的这个傻了巴基的傻叉们太多了 我真怀疑他连自己这个省大概都都没有走出去过 有一次给他看看这个咱们中国的有些城市照片 我的是惊他了 最后人家蹦出一句那那你过来干嘛对吧 我反而被被被人家给问了你看 最后我只能跟他说我来干嘛呀 我来告诉你 现在中国是什么样的 不要怕 还有一个 你像那些这个咱们说句不好听的一些这个 可能就不知道今天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要出事的 那些官们 倒不是说我要批评他们 因为说句实在的 在以前江湖那个时代除非你是没有权利 你要手上有权利的话 怎么可能有人会不用呢 这个咱们就实话实说也没有必要回避啊 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程度的问题 还有的时候他也有一个被迫的问题 都是这样的你不这样吗你不这样的话他就不信任你呗 那你怎么办呢 那那你不就也得这样吗 但是问题是你要这样想就这帮人的话他不去美国他也会去其他国家 对不对 还有呢我觉得任何的事情有一个度 你整个这个队伍里面 你不可能把 所有人都给对吧开掉啊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是这样 对吧 但是问题是你你整个的搞的现在风生鹤离以后啊 那变成现在有一个这个新的现象就是不敢做事情 你比如说以前老百姓投诉 说是这个解决问题啊 这个 给你解决的寥寥草草 但是现在发生一个奇特现象是什么呢 有老百姓反应情况投诉以后的话呢 他找了各种原因不接你投诉 就是说你这个不属于我你那个不属于我 就以前的那种这个官僚作风又有点回来了 非常的讨厌 但是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 我只想说 第一个呢要掌握一个这个 平衡点 水至清则无余啊 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 没有一个这个 完美世界的 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完美 不用盘 就这批人 他要走的话他是迟早要走 对吧 其实跟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你说有多大关系呢 很多人唱衰 中国经济崩溃论 中国不行啊 这批人 不停的走 钱不停的出去 整个的这个中国经济就是一个 名存死亡 就是一艘马上要乘掉的船 今天插一块板 明明天找一个洞 终于有一天自己发现 船成了啊 什么什么 不用去听那些东西 他他叫那个口号已经叫了那么多年了 叫了那么多年 怎么 现在 搞着搞着中国经济搞到美国 70%了呢 如果中国真的那么差的话 你想 美国人为什么要 死其掰咧的 各种各各种恶意的污蔑造谣中国呢 让你自己把自己搞死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你既然中国这么腐败 那让你自己搞死自己不就行了吗 所以不用去听那个 要出去的人总是要出去的 就像你 香港公安法 对吧 97年回归之前 出去一批人 你觉得回归以后不行啊 然后看到回归以后整个还可以 尤其是 跟大陆经济开放以后那批人又回来了 哎呀这个现在是一个机会啊 我们要回来了 回来以后的话呢 然后有些人这个国安法 国安法一出来的话呢 有些人又回去了 所以大家看到去年有很多的房子 涨价了为什么呀 不就香港人贡献了吗 很多香港人现在就在加拿大呀 很多香港人也在美国呀 很多很多 那他要来你就让他来呗 你还不让他来吗 让他来的还有一些人去了英国 做人家2.5 2.5等公民 拿的都不是不是那个身份 拿一个乱七八糟的签证 什么医疗保险都没有 这个咱们不提了 扯远了 只是我觉得说啊 真正的中国自信的话 你就把把这个留学生你要鼓励要出去 本身我觉得我们国家其实也是一直是这么号召的吗 不是我们 主动 去抗议吗 要求他们美国取消对留学生的种种限制吗 对吧 当然美国人原来也是这么这么想的 因为这个对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经济啊 美国商务部每年400多亿 500亿不到吧 我记得 是这个国际留学生贡献的美金 其中中国留学生贡献150几个亿啊 你留学生过去你除了学费生活费对吧 包括说你带动他一系列的这个服务业 餐饮啊 这个 理发呀 包括说你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大的消费 像汽车 像这个房产 都是啊 那这个当然是很大一笔生意了 而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现在整个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你比如说像上海临港这种包括说像这个 呃这个 就是大湾区的那块啊 你要有这个吸引 高素质的这种海归的更优厚的政策 这个的话你相信我住的这个 住的朝来引凤凰 毕竟说啊你从长远来看没有一个人是看不懂的 但是问题是一颗想出去看看这个世界的心你要理解啊 只要你有这政策的话 将来学成以后他肯定是愿意回来的 还有一个我想想跟大家说啊 就是说这个 长远来看啊 中国的经济是一定会好 人民币也是一定会升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 你有些人可能说这个 他出去一个国家待上一段时间比如比如说就像我们这样的可能最终是不是还是要回国 因为不然的话就会发生一个什么现象的等你到了这个退休的年纪啊 你什么都没有做错 但你的钱25%就没了 你想啊人民币跟美金要一比五的话 或者甚至一比五一比五都不到的话 那你的钱不就是25%就被擦掉了吗 没有可能你再想想 从长远来看 随着中国产品越来越竞争力越来越越来越多的国家会要 怎么怎么会没有可能呢 咱们以前说句不好听的这个世界上的国家人傻钱多的就是中国现在呢 已经已经不是这口号了 现在就是很多的国家必须要依靠中国而不是说人傻钱多啊 当然人人傻钱多这个好像说的也没错啊 但现在中国那些产品真的是有竞争力 你像美国为什么要 把华为要往死里打 他现在就是痛苦的就是华为 你说你看加拿大很多很多就是装的那个路由器啊什么的全是华为啊 就是华为啊我们家那个装的那个宽带 不要公司的 但是你看他那个路由器华为呀 就是华为呀 到现在我跟你说还在采购啊 但只不过就是5G的一些一些那个基建 基站不让他做了 因为他的东西就是便宜又好用啊你要用其他牌子代替几倍的价格 性能还不如他 那你说他痛苦不痛苦呢 就这道理啊武器很多也是一样 中国的东西就是便宜好用 所以我反而觉得啊这个 就是说这个 其实你看到深层次的整个的这个趋势啊 反而倒不用担心 你就想想你在海外待了那么多年 你是什么心情呢 你看到中国是越来越不想回家吗 真的吗 当然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人 也不用太担心 那些人的话呢 说着说着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个阴阳怪气的这个论调的人呢 怎么讲的人各有志吧 有些人可能真的回不去了 就是真剃个光头 干个导游也不错吧 好吧那么这期节目跟大家就聊到这儿 还是欢迎大家订阅收看我的频道 好谢谢